Microbit的方向偵測 那我们来 Microbit可以偵測这块板子的方向 那在做的时候怎么做 那我们先用基本里面 方向它是在输入里面 有一个方向的几度 当你把这个积木拉进去的时候 它这边就会有一个角度 假设你板子是正常的放 它这样子是90度 那你可以假设我现在是1度 看它等一下这边显示1度 它是用度来显示 所以相同的问题就会在 如果它的度数是超过一位数的时候 那它显示还是会有相当的难度 所以可以利用不一样的方式 来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知道说好90度 90度的时候是向右 那在表现的部分 这边有东西南北 箭头 这个是箭头 假设我们显示这一个 你看它会出现是什么 向北应该是向上的箭头 所以你可以利用方向跟这个箭头来去做不一样的做法 那什么意思 今天 假设我们要显示四个方向 所以你的判断是要下好的是 逻辑判断是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 向北的部分是什么 它的方位差不多是在斜的 这样子好 假设我们侦测的是一半一半来侦测 当然你只确定是零 当然可以 可是零的这个度数 实在太很难match 所以你要有一个range 这边是90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 这个是90 那再来呢 这个多少 180 这个是多少 大概180 那这个多少 270 那这个多少 0左右 360到0 所以你要给它一个判断式 就是一个值 所以我们再去显示 北边的话应该是怎么样 它的逻辑判断是 我们这么下 它可能 方位 它的值 要怎么样 大于多少 小于多少 刚才这里 这90的话 我们大于小于 小于45 而且 这个方位 这个方位的值 这个方位的值 这方位的值 要大于多少 刚才讲这270 这360 中间 那大概 大概 270 加45度 315 大于 315 要符合这两个的条件 所以我们在逻辑里面 且 要拉出来 它要符合这个条件 它要符合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的时候 我们方向显示向北 好 那相同的做法呢 我们只要把这个再复制一次 假设我们要做向 这边 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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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值要怎样 这个要大于 45度 小于多少 这边 90加45 135 135 好 那再讲一下 这一个方向的值 这个东西南北 你看它有 事实上 你切得越细 它的值就越 清楚 更清楚 好 那我们就先指示范这两个 好 如果你要还要再加 就再复制起来 再往上加 那它要大于多少 135 那另外一个是多少 90 180 270 这边270 那边是多少 315 小于315 不对 抱歉 315是 南边 180加45 90 这180 180加45 是225 好 好 这样子来做 这是南边 然后 另外一个就留给大家去做 那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确定储存 回到下载里面 把方向 复制到 麦克币里面 贴上 好 好 好 我们来看 刚开始它会出现这样 如果出现方向的时候 麦克币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 它出来的时候 你使用方向的时候 第一次要做校正 好 它会出现一个英文字 然后要校正 然后你要去移动这个亮点 然后 在全部的上下左右 都要移动一次 好 移动成什么符号 好 移动成 来 做完了 好 好 出来 它移动成一个 一个 这边会出现一个 弯弯的 反正四周都把它塞满 它会有一个 一个像一个香菇头的一个东西 好 那你现在看到 校正完毕之后 我的 现在的箭头是往下 那我移动 它不一样的位置的时候 好 你看我现在 把它的 方向改变的时候 它现在箭头往这边 好 往下往右 然后如果你在改变的话 做不一样的翻面的时候 它就会 方向会改变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就是 Microbit 它的方向的侦测 那 因为现在拍摄的 方式 也就是我们会面临状况 感觉上我们有移动 可是你在实际上 你会很难 很难去侦测 那它的问题点都还算 因为它的output 只有25颗LED灯 那你如果透过25颗LED灯 去显示它的感应值 这个是我们需要再去做一个 思考的东西 那 这一个部分还是会建议 回到Squatch上面去做 这些感应的值我们抓到了 那我们利用Squatch 来去移动那只猫咪 那它的变化就会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只靠这个25颗LED灯 做一做会 有时候会蛮难去思考说 我到底用方向 我到底可以做到些 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好 好